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有时候会穿插一些 特别是像丁博士这样比较有文化的嘉宾来的时候 但是这个节目之前 丁博士好像刚刚说了一下 你要改名了是吧 你觉得这个ID会让人联想到一些少而不及的东西 这个是这样的 丁丁是朋友之间教教的 然后也方便听众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些我在网上写的东西 然后我写东西一般都用笔名叫做草毛 这个草是稻草的草 毛是毛屋的毛 它的意思就是一个稻草盖的毛屋 因为我比较向往这样的生活 在一个山下住在一个小毛屋里面 然后跟这个远处的朋友连线以后聊聊天 这是我很向往生活 我正在享受这种生活 采取东西下幽兰见男生 然后我们节目也现在帮你实现了这个 跟远处朋友聊聊天 对对 其他朋友都不够远 不够远 好好我们还有一位老朋友 Francis 大家好 我是Francis 我们也算是谈笑有红如往来500丁吧 对吧 专业 我们现在专业没聊天 围录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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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是要聊什么呢 还是想继续上次的话题 就是上海租借 因为我们上海上次上海租借大概聊到租借的发展 是吧 起源 主要聊了起源 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可以从发展还有终结 这样一个过程中 还有里面的人啊 是啊的 我们发散的可以聊一聊 没错 上回我们聊了之前 我不是跟大家说 就是其实这些材料 如果你有新人去找的话 都是有的 材料也是关于上海材料也是特别丰富的 能够提供一些别的角度或者框架来理解这个历史 让大家不要觉得说 我接收到了不同的这种理解方式是相互矛盾的 最后搞的就是 没有办法对租借这件事情产生一种 合乎逻辑的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解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话会接着上回的话题 就是说上次讲到了1929年还是30年的时候 南非的最高法院的法官的费唐 他总结上海的这个优势来源的时候 他就说自治和法治所造成的安全和自由 是上海的兴旺的一个根本原因 然后我们上一次也讲到了 就上海其实也不是说一开始他就会注定会兴旺了 他碰到了一系列的那些意外事件 比如说他本身因为他的级别比较低 所以他受到的妨碍比较少 然后他本身趣味也比较好 更厉害的是他干着干着忽然发现 他对接的这个清朝政府人不见了 这个地面上已经没有关了 所以他就必须扩大自己的自治 来保护自己的这种权利 然后第三个就是 他在这个条约体系的保护下 然后英国人带来他们自己很习惯的那一套东西 什么东西呢 一个是自治 第二个就是大家一起合伙来搞公共事业 都是为了发财 然后这时候赶上 由于战争 很多难民跑进来 这简直就是一个发财天大的好机会 就变成以前我们政治课上说的什么资本发展三要素是吧 就资本人力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一个工具是吧 都有了 然后上一次节目以后 我有一个很不错的朋友 他给我推荐 他在那个上海财经的以前的博士导师的文章 这位老先生叫做杜寻成 杜寻成 他是很有名的财政史专家 他就说上海人能搞起房地产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就是当时其他地方都是用传统的清朝的地契 但是上海来呢 他推出了一种上海盗契 上海盗契就是在租借和在跟洋人有关的事物里面 由上海盗台签发的一个房产证 因为过去的所有权跟现在所有权不一样 就是过去所有权 在中国所有权这样的 你一块地卖给我了 桃桃你一块地卖给我了 不是说你卖了 这事就了了 我要在这拆房子 你又要跟我来讨一个红包 我造房子 我又得给你一个红包 然后我如果转租掉 我要给你一份 就是他这种情况也并不是一种落后的表现 而是一种就是更古早时代 资本主义之前的情况 像那个英国也有类似情况 就是 人情社会吧 对 就是特别是封建社会 他那种产权并不是说 你说是你就 你就拥有了他全部权益 而是他也要周边的邻居也要认可 他跟你的关系户也要认可 所以英国有个对应的东西 逻辑是前 就旧时代的一种 一种逻辑 而不是就是我们说的契约精神的逻辑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拆迁的时候 因为比如说我们近十年国内拆迁 上海拆迁 他可能你房产的面积很少 但由于有些历史原因 比如你搭做了一个违章 或者是你家里有多少口人 或你跟邻居之间的距离 所以他都要在拆迁的时候考虑进去 为了社会的稳定的某种 他不能完全按照你的这个产权面积来 对吧 他不像商品房 因为分得很清楚了 你有100坪你就卖100坪 你有200坪就卖200坪 所以就是上海 那个英国人来搞 和这个上海稻台一起推出了 上海稻妻是一种全新的东西 英国历史上也有这种东西 叫做freeholder 就是说意思就是说 这块地上一切权益全部打包了 就是这张房产针 然后这个东西有了以后 交易起来特别方便 还可以投资 因为我们上回节目聊了 就是说其实上海 因为周边老是战乱啊什么的 就导致上很多有钱人 跑到上海去住 然后上海的这个地气 就变得特别值钱 那个诸售比特别高 比现在的上海还要高 OK 违章建筑就出来了 对 然后我就说 接着上回说 就是接下来上海的 另外一个发展的大机遇 其实就是1895年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 因为马关条约里面 有一个东西 就是允许开设工厂 然后这是跟日本签的 但是当时因为利益均栈的原则 就是其他国家也可以开 利益均栈 所以1895年以前的上海 是一个商贸城市 靠房地产发财 但是1895年后的工厂 就在上海就马上变成了 一个工业城市 工业 它也在转型了 它以上海为码头 这有点意思 基本上带着江浙 以宁波的钱庄商号 为一个一种连接 就形成了一个 在二三十年时间内 就形成了一个工业社会 我有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日本人会 第一个要求要开工厂的权利 日本照理是一个落后一点的 是吧 它的工业相对比英国美国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一个后发优势吧 因为从过去来说的话 就是它是新进来的一个势力 它代表那帮人和做观光 做贸易的那帮人 可能是不一样的人 因为做贸易的就好像是 第二个就是工业 提高到商业 替代商业是一种规律 你比方说我们 我老家义乌来说好了 一开始是小商品市场 就是摆摊 然后进货卖货 鸡毛换糖 对吧 但是后来大家就发现 那是贸易 我卖货 我要是有钱的话 我为什么不开个厂呢 这样我从原料到 到这个卖的一套利润 我都可以拿下 然后一般在这个下个阶段 就是金融资本主义 就是我赚了钱了以后 我为什么还要去开厂呢 我把钱借给人家开厂不好 通知 就现在好像上海在往这个方向了 对 所以我在想这当中 这当中肯定也有成本的考虑 就是当时日本好像在这边开车的大部分厂 都是仿制类的吧 仿制类 他们觉得可能跟深思啊 跟产地更加接近 会更加好一点 对 苏州和两岸当年有大量的这个日本沙场 而且那个 还有一个天然的因素 就是上海当时不是有很多难民吗 那劳工就多了 人力 然后这个原材料都是比较便宜 所以他们有这样一个 一个motivation 而且其实世界工厂是不太适合 开在那些就是基层社会太稳定的地方 你比方说 我在网上看到那些搞笑视频啊 有当然有些是有一些就是扭曲的 就是说有一些人去非洲开厂 说非洲的兄弟们 这个铲一个刨一铲子土的要三个人 一个人拿铲子 一个人拿框子 第三个人一根绳子系在铲子头上 在那第一个哥们挖下去的时候 他提那个铲子 一起把那个铲土给提上来 因为对他们来说 就是他们的社会可能是 就好像菲律宾和印尼啊 这些基层社会一样 他其实 社会没有很原子化 每个人他依赖他那个不足 他过得也不错 或者说他出去赚钱 在有些极端情况下 出去赚钱是会被人骂的 他有阻力 现在三线城市在讲 年轻人有可能想到 大城市的父母会劝他说 何必出去吃这个 还是在爸妈这边更好 也有这个阻力存在 因为他原来稳定 所以他原来那个秩序 就更难被外部的资本来打破 我好像有个观察 我感觉就是 现在著名的港口城市 早期都有这么一个工业化的城市 像纽约 其实很早的时候 也有一个工业化的 有大量的生产在那里 因为我感觉是有点像 因为海洋时代出现之后 原料的运输实际很便宜 所以在港口地方 你把全世界的原料一接收 在这里生产是最合适的 在当年上海的很多的 比如我们当时上海 有个重要的生产产业 叫面粉产业 这个面粉产业 实际你知道中国南方 不怎么产麦子的 麦子产量是很低的 它这个麦子主要是来源于 外国的船运过来 因为北方的麦子 通过陆路运过来只有更贵 还不如可能从巴西运过来的麦子 可能更便宜 所以就你讲的这种 就是一种经济的逻辑 就是说我自己有港口了 我最好把工业都集中在这里 我的成本是最低的 所以1895年是个跨越 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要归纳一些 后来的历史背景 因为其实对于我们 在国内上学人来说 了解一个历史最困难的是 我们经常把中国看成一个孤立的国家 就是我们老觉得是 某几个个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而经常就是忽略了一些要点 就是那个时候的世界背景是怎么样 还有历史背景是怎么样 还是一个很动态的一个过程 对 互相影响 大家都互相影响 特别是当我们把目光放到上海 这么一个城市的时候 这城市它其实是无时无刻 不再受到这个外界环境的影响 而且我们聊的还是租界是这个城市的一个核心部分 还不完全是它全部 所以当时有几个大的事情 就是对上海是特别重要的 一个我刚才讲的是1895年马关条约 对租界就允许租界开工厂了 第二个呢 就是说清朝倒台了 辛亥革命1911年 这个大家就要想一想了 清朝倒台了 那我签这些签的条约都是跟清朝签的 对不对 这个事情又有点难办了 然后下一个时间节点是1927年 北伐战争 为什么说是北伐战争呢 因为我们现在老是说民国民国 很多人就 民国我们有一个词叫国粉嘛 就是说就是很向往民国 民国有大师 民国有这个很多的优越条件 民国有很多那种一切刚刚开始的新鲜感 但是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两个民国 一个民国是五色旗的民国 也就是11年到27年 第二个民国是晴天白日的民国 就是27年到这个49年 这两个民国是非常不一样的 就是所以上海呢 他在这两个不同的民国 通过一些具体的人物 他有很不一样的命运 然后第三个时间点呢 那就是日本占领了这个上海周边以后 进入孤岛时期到他消亡 孤岛时期 这是 二战了 这就是 对 这就是他 大概20年一个节点 这是他的几个大的节点 所以我们很难想象 在这样的历史的巨大的变化当中 一个城市却能够没有什么变化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我们现在的历史书你一翻开 你发现基本上从20世纪初到27年之间 关于上海的历史都是一段空白 好像这段时间 到底他在干嘛 你去看各种剪那种普及版的历史 都是说完了一些事情啊 怎么建立了足迹 然后忽然就跳到27年了 对 就感觉 电视剧里好像这种抗日神剧啊 或者是别战片啊 主要是在27年以后的那个时代嘛 是吧 就是 那个之前 其实 比如说我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那个海上花 那个侯孝贤拍的海上花嘛 那时候海上花列专书还没看 但是我就很不习惯 那个上海 那个上面是戴一个西瓜皮帽的 它是清末的上海 其实清末上海 大家也是很陌生的 就是说 对 没错 没有这个脑子印象 脑子印象中上海都是西装 革履 或者是怎么 带个国民党的衣服啊 帽子或之类的 这种黄包车夫这样的行为 对 事实上就是 从1895年到1920年这段时间 是上海闷声发大财的一段时间 或者说到二 一直到27年 因为这段时间 上海在这种纷繁复杂的政治变化中 一直是 我说的是租借啊 一直是保持中立的 那么 呃 当时虽然条约体系 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个欧洲强国 特别是英国 国力衰退以后 已经有些摇摇欲坠了 而且当时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背景是 巴黎和会的时候 美国的总统威尔逊 也就是我们公共行政这个学科的创始人 啊 这个 这个威尔逊总统 他提出了14点和平原则 这里一个和平原则最根本的一点就是 呃 各个 国家 这个平等的对待殖民地 并且 呃 允许 各个国家民族自决 当然这当时的自决主要是针对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 巴尔干地区的 然后他造成那个直接结果就是 我们20世纪的这个国家大量的出现 呃 民族国家的战争 然后 在 在此以前 1900年的时候 我们地球上 就是自称自己是个国家的总共有77个 现在已经快200个 195个 所以就是 这个这个这个蛮有意思的 因为在在那个 因为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就是 就是以前看那个呃 斯威格是吧 斯威格的那个 昨日的世界 昨日世界 那斯威格他一直很怀念那个 维也纳 奥匈帝国 后来做了一点研究发现 当时的奥匈帝国实际上在 二战一战之前 他有一段时间 因为很多国家不是民族国家 一个国家好多民族 那么在像维也纳这样的欧洲新藏地区呢 很多就认为世界大同了 是吧 就是有一点就是 在那个高水平知识分子的圈子里 觉得啊 民族啊什么的都可以慢慢抹掉了 对 但后来在一战之后 就突然变成民族国家 就庶民开始呼吁说我们 塞维亚人要建立一个国家 是吧 我们中国人要决解 包括五四也是这样一种思潮 对 我们要摆脱殖民地的一种影响 那么因为在那个时候 反殖民主义就开始盛兴起来 对 因为在此之前 人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 是跟今天截然不同的 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 对 就他们说大清朝的时候 八国年纪很多 为什么老百姓会帮着外国人 去抢 抢圆明园 就是因为 他不觉得这个天下跟我有关 他没有国家意义 这个天下是皇帝的 我只是一个臣民而已 皇帝跑了 我去大家抢点东西 而且Francis学着政治学 可能比较了解 就是说 他民族国家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他所有的成员 彼此不认识彼此 但是他就想象我们是一伙人 然后他是以国民为主体的 就比如说 早期的最早的民族国家 像法国就是说 我们法兰西民 法兰西这个国家 就等于法兰西国民的总体 那过去的话不是这样的 过去他想的是 老百姓是不重要的 你就是 比如说 你是伯根帝公爵的附庸 那伯根帝公爵 是法兰西国王的附庸 法兰西国王有什么事情 你要么是找法兰西国王 要么是找伯根帝公爵 那法兰西国王出外去有事的话 他就是 我直接找大清国的皇帝 我不可能认为 你这个国民跟我是 国家是平起平坐的 你说国民 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谁 但是他从 他其实也包含了那种技术的发展 包括电报啊什么的出现 让大家跨越了这种概念上的障碍 走出了自己那种身边社会的那种 封建时代典型的这种熟人社会 然后开始产生了 你就好像康有为 一个广东的 如果他换一身衣服去菲律宾 绝对没有人认为他是外国人 但是他会认为说 他非要去北京 我和满洲皇帝可以称为是一国人 对不对 然后但是他却没有说自己和 马来西亚皇帝是一国人 但是其实他很显然 他跟马来西亚皇帝更接近 但是这种政治上的建构 就是是这种民族国家的一个特点 然后人们就忽然有很强的意识 就是说 我是 我是什么国的人 你是什么国的人 但是像茨维格和 茨维格说那个奥匈帝国和大清帝国 他的特点是 皇帝以下人都是普通人 所以他其实在一个帝国里面 一般是不很讲究 这种民族身份的差别 大家都是草民 所以其实看历史的时候 就是有时候感觉 这事情非常巧合 就是比如说这个人民主权这种概念 从法国大革命开始 一路一路一路发展 然后一路这个制度探索 包括刚刚桃茅姐说的 这个各种技术上的进步 那个带来了这种大规模的 这种协作的可能性 是的 然后所有的这些元素 这些条件 交汇点 交汇到了20世纪上半叶 这个时候 有国际主义的威尔逊提出了 这样一个 大家民族自觉 民族平等 是的 民族国家兴起 没错 并不是威尔逊提出了以后 才有这事 而是说已经有这事 但是威尔逊给他总结了一下 并且 敲了一个招 并且在这种 以他的那种 比较强的政治力量 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后的这个巴黎和会上 来作为背书 所以他就会客观上就会 吹动很多新的话语和运动的产生 那么你具体到上海 就是我们现在看见上海的什么故事 就是我们之前说了 毫无疑问 就是上海最初的秩序 是由英国人建立的 那么英国人 待了很长时间以后 他已经培养出一批 我们教科书叫做民族资产阶级 对吧 包括你说的这个面粉 融式面粉厂 对吧 他下一个特点就是 我们知道就是好像 你如果有孩子的话 孩子长到一定年 其实要他有自己的一套 他会给你对着干的 所以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 其实在上海的商人当中 甚至中上层的 也是很有市场的 所以慢慢的有一股力量在聚集 就是中国人看洋人越来越不顺眼 因为他以前没有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他说我是大清皇帝的子民 你跟我说中国 不好意思 我可能还不是特别理解 你讲的概念 但是现在他已经很清楚了 特别经过五四运动以后 那种反帝的情绪特别的强烈 他想要的是 就好像是一个长大的孩子 他是像 你不要说你比我先进什么的 老子什么事 现在自己做主了 所以在上海的资本家当中 也有这样的情绪 他们觉得凭什么 我现在我也有钱了 我也开银行 我也开工厂 我也要跟你一样的地位 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 然后宗祖国的角度 宗祖国他当时 他本来我们之前就讲过了 上海并不是英国的一个外派机构 上海也本来就不是说是 英国人在上海建立的一个小英国 而是他是一个一群商人的自治 他本来对于这种主权方面的深所 就是非常有限的 他真正的目的还是挣钱 还有保护他自己的商业利益 在当时的背景上 上海的这些外国人 他其实基本上是一个 逐渐逐渐退缩的一个态度 他从要求早期的那种扩张 要求自治 慢慢慢慢的到他快 租借快结束前已经退缩到 我能保护人生财产安全就行了 辛亥革命以后 并没有马上的建立起 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 其实大家都知道 辛亥革命以后产生的情况 其实是一种 有点像吴政府 因为清帝逊位了 然后袁世凯他成为了总统 那当时的首先那个情况就是 其实各个省 他就根据你这个统治者的力量 他名义上的还属于同一个国家 但其实他已经各自为政了 所以呢 有点准自治 对 所以当时上海的租界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因为一直还是公布局的统治 但是华界有了不少的想法 一个是1905年清朝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曾经就搞过立宪自治运动 他们就搞出了城乡内外总工程局 那这帮人他还没有消失 然后再加上刚才讲的 就是由于这种工业化以后产生的新贵阶层 其实当时在上海周边已经产生了一个资产阶级 那么在这段时间内 就在27年以前 这个资产阶级的角色是非常大的 你比如说那个前卿的状元张谦 然后你比如说像上海有一叫傅肖安 他以前是上海商会的会长 然后于恰青 这些大商人吧 他们在成立各种各样的局 比如说松户开部工程局 还有什么什么马路局 他们是模仿工部局的这种情况 他们也有样学样 我也来给你搞一个这种商人的自治体 所以然后在当时呢 就是民国的 我们说的五色齐民国的这个省长也是存在的 江苏省省长也是存在的 那么在地方上呢 就主要是靠这些 士绅还有新贵的这些商人 有意思是当时的华界是属于江苏省管理 是的 而且当时华界还没有上海的 上海市的这么一个概念 当时有的概念是松户 松户这么一个概念 是一个统称 然后我们之前说 之前我们聊到上海县嘛 那就是一个小小的淡蓝之地 现在的就是上海市 那松户在那时候应该是一个 一个就是市级 就是府一级的那种 它可能有一个原因是 正好上次我们聊完 有个听众给我补充了一个知识点 就是说上海县是一部分嘛 就是现在的上海 即苏州河以北 大量的是宝山县 对 就是它实际是宝山县和上海县两个县 这两个县呢 又是各属于一个 就是上海县属于 属于那个松江府 然后宝山县是属于太昌州 所以它有点跨行政区域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松户这个称呼 可能有点像我们 现在比如讲的长三角 什么什么一体化的 就这样的这样的概念 就是 但因为它跨行政级别 肯定有一个城市叫旅大嘛 就是旅顺大连 就联合起来叫旅大 旅大 所以所以它当时就是说上海的除了租界以外的城市就是在蒙动 在蒙动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说比较代表这个时期秩序的那么一个人就是孙传芳 它是在24年实际上的就是成为了上海的附近的就是一个武力总保安 就是它是 这个人知名度一直不是很高 他也是当时三大军阀之一 首先 就是他在上海的影响力好像没有 就叮叮不讲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是不知道的 因为我们要讲一下上海就它跟上海有什么关系 孙传芳当然有很多故事 大家可以去搜嘛 他首先他以前是直系军阀吴佩福的首相 那么他也是最早读的是北洋武备学堂 那就是北洋系的正经出来的 而且是日本士官学校的第六期毕业生 跟阎西山是同学 学历比较高了 而且当时日本士官学校是整个亚洲水准最高的军事学校 就这里出来的人会比别人高一级 所以像蒋介石来说 就是政武学堂就比他第一级 因为政武学堂是士官学校的那个预讳 预讳 对 蒋介石打仗 而且他没文评 他是没文评 而是日本士官学校呢 不是科班出身 就可以跟那些日本 包括因为日本士官学校建立 引进的是普鲁士军官做教官的 而且是普鲁士名将 然后当时学习的是他们当时最新的战争技术 是日俄战争水准的这种军备和技术 所以在当时来说 这个孙传芳就是比较厉害